大家好 我现在在费城的Tempo大学 后面有一道彩虹 非常的漂亮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 我的两个真实的学生的案例 都是在这个学校的学生 他们的发展 大家从他们的故事也可以了解 在美国并不是一定要进到常青藤才有希望的 那么去到这样的学校 他的就业上岸发展其实更好的 有一个学生他学习成绩是一般 但是他画画特别好 他妈妈来找我来咨询 说要上什么样的学校 我就给他介绍了Tempo大学 学生后来仿校 一看这个学校的艺术设计 交互设计专业非常的好 就喜欢上这了就选了这了 而且学校还给他一定的奖学金 他在大一个暑假就找到两份实习 现在这孩子已经是打三了 他已经是非常有信心 将来是能够找到工作了 他妈说他这个暑假挣的钱 比他爸爸一个暑假挣的钱都多 非常棒 另外一个孩子也是一个本科生 我讲过这孩子的故事 他来自河北恒水 在恒水可能是周围的竞争 太强了太卷了 所以他是来美国读的高中 高中因为他底子比较差 他升大学成绩也是一般 最后选择来到Tempo 他学的是商业管理当中的酒店管理 这个孩子他挺肯干的 他在大三这年的实习的时候 在这个酒店 酒店就非常喜欢他 然后酒店经理就说 我们欢迎你在大四毕业到我们来工作 而且这个酒店经理还说 我们也了解到了 你是国际学生 你是F1的身份 那么你可能只有一年的实习期 所以我们特地给你这个offer 只要你现在接受的话 在你毕业之前就帮你来筹钱 因为毕业是在五月份毕业 那么美国抽签是在三月份 所以这个孩子就是选择了 到时候去这个酒店工作 然后酒店给他来吃仙 就来抽这个工作签证的签 所以这两个孩子的特点 他都不是那种特别学习强 这个大学霸 而且学东西也都没有特别高深 但是他们知道了自己的目标 将来是找工作就业导向 所以他们都在本科的阶段就找到了工作 那个第一个搞这个用户界面设计的 从大一就开始实习 然后实习到大三肯定有工作 这位呢已经是没去正式上班 已经给他开始抽签了 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呢 并不是说一定去到NYU啊 南加大啊 才有机会在美国上岸 而进到这样天埔大学 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美国大学 可能120来名的这样一个学校呢 其实你的就业 你的上岸的机会可能会更大 所以不能够呢 只看着排名 我上个月说了 排名是中国学生 中国家长脑子里的一个魔咒 可能这个话说的有点重了 但是我认为呢 你对美国的教育 对美国什么样的学校 什么样的项目 适合什么样的孩子 或者你的孩子定位是什么样呢 这个知识方面不太了解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也欢迎你来找后人 或者找我 来做这样的咨询 规划和分析 这样能够找到 适合你的孩子的道路 不必要去卷得这么厉害 然后去到一个所谓的名校 什么没有太有用的专业 然后也找到工作 这样你合避呢 对吧 你来到像Temple啊 像Dragsail啊 这样的学校 其实相对比较容易近的 然后这个学校的 它的整个的传统也是就业 所以你就将来就业呢 就是会比较不错 好吧 那Temple Dragsail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了 那么其实在美国的每个州 每个大城市都有一批这样的优业导向的学校 就是足够来选择 足够成的下面 不是说只有在宾大 才能够开花 才能够结果 那么我这两个学生 在Temple 都开花 都结果 都成才 而且找到了实在在的工作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 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给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建想的还不错 也能帮到你的同学朋友 是有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成了人生轨迹 我是长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